镜头转回到国内来看看东西被偷了 难道自己还要把它买回家才行吗 台中这名邱先生呢 他就是放在家门口的冰箱被小偷给偷走 那么隔了一个月的时间呢 后来东西是在回收场被找到 不过警方却要求邱先生必须要自己花钱买回来 难道回收场都不需要负起任何法律责任吗 那么警方解释了 他说这个回收场有登记 并没有收受脏物的犯益 但是要求施主必须要自己的花钱 把这个赃物给买回家 让民众相当不满 月前的小偷靠着一台推车 像是蝸牛背着重重的壳 偷走比人还要高的冰箱 过了一个月东西总算找到了 警察却要施主自己花钱把冰箱输回来 他是无辜的第三者 那我第一受害者是不是最吃亏了 被偷走的冰箱 已经被小偷转卖到了资源回收场 当时自己花了上万元购买 却被小偷给偷走 现在还要再花450元 买回自己的失误 难道买下脏物的资源回收场 就不用负担法律责任 好像被扒了两层皮 为什么我的东西丢了 还要叫我用钱去买 关键就在当时资源回收场 的确把变卖冰箱的小偷资料 给留在了登记本上 代表没有收受脏物的翻译 没想到想要赎回自己的冰箱 还得再付450元给资源回收场 被偷走上万元的冰箱已经够倒霉 虽然警方已经锁定了特定对象 需要施主再花钱买回失误 实在很少见 中讯韩志兴李兹贤 台中报道